創業擔不擔心失敗呢 我覺得其實每個人都會擔心的 我在南沙創業的項目其實就是服務於聽障人士 就是因為發現現在全國的一個掌聽器市場比較偏貴 所以我就跟一個聽障的小伯伴一起去做了現在的這間公司 就將坐聽器的價錢到五千元下 那時候為什麼選擇南沙呢 其實就是很機緣巧合 因為本身師兄就是一個南沙的虎髮器的負責人 所以就落戶了他的虎髮器 其實南沙的政策就沒有幫到初創人士 雖然我是一個第二次創業 但是因為第一次創業的時候 就真的自己萬中中創了一個文化行業出來 即是文化的廣告公司出來 但是第二次創業來到南沙之後 其實首先在辦公室上是給我的 第二件事就是我的創業項目 我是有一個導師全程帶我的 由怎樣去規劃一個創業項目的誕生 寫我的創業計劃書 嚴正我這個創業項目是可行的 發掘自己一個商業模式 其實創業項目都幫了很多忙 除此之外 政府其實都給了很多關注我 有很多不同的報導 或者是一些政策的會議 都會邀請你去參加 可以真正地從港人怎樣在南沙創業得到一點支持 創業就等於你投入很多成本 所以你說不擔心失敗 是騙人的 失敗的話最重要的是在失敗中覆盤 你為什麼會失敗 什麼原因導致你失敗 然後你去總括這些經驗的時候 這些經驗就可以用來下一次的創業經歷 或者你決定去就業了 那你走過創業失敗的路 其實你獲取的經驗都是你自己的 所以你在以後的人生路一定是用不到的 鼓勵的 但是我鼓勵一些有創過業 或者有就業經歷的人去創業 無論你在南沙還是香港 還是在大灣區不同的城市 因為創業是一個很艱難 或者很高風險的事情 曾經我創業的時候 有一個廣告的VP跟我說 你這麼小時候不要創業 你應該是要去就業幾年 獲得你一定的資源 你的人物 你的經驗 你的錢 之後你才去創業 因為年少輕盛 我就不聽他說 但是他幾年之後 就發現他說的東西是硬的 所以就真的你要去就業之後 你知道一間公司 不如他們組織架構 應該怎樣去安排 然後你的商業模式 你要先搞出什麼是商業模式 這個地區 你做什麼行業 或者你做的那個行業 得不得到傾斜 得不得到支持 或者你周邊的人群 是不是需要這個行業 或者需要這個產業的時候 你才去做